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大家好 我是安宁 上节课开始 我们进入到了助词的部分 巧用汉语音和字 助词瞬间变轻松 这些课 我们继续学习日语的助词 只有把助词学好 日语才能算是学好 今天我们学习的第一组助词 表示数量少 だけ和のみ だけ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指示的指 一个是起到了等号的作用 大的意思是是 け同于 ko 表示小 是小的引申为指示 只有的指 表示等号作用的时候 大的意思是是 け同于 ko 而 ko 除了小 还有子的意思 是这个 就是相当于等号 だけ的用法非常方便 可以接在任何词的后面 跟朋友一起吃饭 如果先到了等朋友来 对朋友说 我只点了饮料 だけ たのんだ のみもの だけ たのんだ のみもの だけ たのんだ のみもの だけ たのんだ 我们进入到了机场 出入境 海关 到饭店入住等等 都需要填表或者签名 有时候会听到工作人员 对我们说 只写名字就可以啊 只填名字就可以 或者说只告诉名字就可以 日语 日语叫做 名字だけで結構です だけ 是指 で 表示程度 けっこう 是形容动词 意思是可以 行 还有一个意思叫不要 我们学过有这样的意思的 还有一个就是 い 結構 比意 语期正式 結構 結構 那如果自己 询问 就要说 名前だけで いいですか 名前だけで いいですか 名前だけで いいですか 名前だけで 結構 です 名前だけで 結構 です 名前だけで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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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作为 副词使用 意思是 够什么 非常 够好吃的 特好吃 够好喝的 特好喝 結構 おいしい 結構 おいしい けっこう こう 就把结构的 够 想成是 够好吃的 够就行 境体是 けっこう おいしい です 形容词 おいしい 汉字有时候写作 美味 意思是 好吃 好喝 おいしい おいしい 牛牛牛 牛牛 意思是 好喝的牛奶 形容词 直接修饰名词 おいしい牛 牛 おいしい牛 牛 おいしい牛 牛 だけ 表示等号的时候 在中高级的语法里面 经常出现 可以翻译成能够、符合、相应 有能够合格的实力 合格するだけの実力を持っています 実力是实力 持っています 用现在进行时表示现在和持续 也就是说现在拥有 或者一直拥有 合格するだけの 実力を持っています 合格するだけの 実力を持っています 合格するだけの 実力を持っています 合格するだけの実力を持っています タケ的古语是ノミ ノミ只有一个意思 就是止 ノミ古代是此之身 コノミ 自己的身体就表示自己 因为要自迁 引申为意思是小 止 因为是古语 所以ノミ语气正式 用法和大概一样 都是可以接在任何词的后面 那我们学习一句 在商店里面经常听到的 一句广播语 打折 只是今天 只限今天打折 セールは本日ノミとなっています セール 是用语的セオ 打折 因为ノミ语气正式 所以其他的部分的单词 都要用语气正式的来搭配 本日 本日 今天的正式的说法 となっています 是です的正式的说法 と是引号 なっています 是なる 成 他的现在进行式 说的简单的就是 セールは今日だけです セールは今日だけです セールは本日ノミとなっています セールは本日ノミとなっています 这句话听懂得很重要 我三十年前在日本的时候 还听不太懂日语 在商店里看到大家都突然用到一个地方 我当时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故了 后来才知道广播里面说 现实抢购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秒杀 在三十分钟里面 三折折扣 之后恢复原价 关键时刻还是需要能听懂一两句的 下面我们学习强调限定的两个注词 西卡和巴卡里 这两个注词都有添加的加的卡 卡就表示了强调 首先是西卡 西卡的后面一定要接否定的形式 强调某一个事物而排除其他的事物 表示指什么而不什么 比方说我只会英语 不会其他外语 这类的表达方式都要用西卡 加否定 西是死 死亡是生命当中最为强烈的 西引申为强 卡是加 西卡强加 加强 西卡 也是可以接在任何的词的后面 用法非常的好记 只会英语 其他的不会 英語しかできない 如果不强调这个限定 就要用 英語だけできる 只会英语 英語だけでき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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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しかでき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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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去过日本 其他的国家没去过 日本にしか行ったことがない 表示方向的に 是动词 言った 它的意思做决定的 言ったことがない 具体的说法是 言った経験がない 没有去了的经历 没有去过 こと 事情 代替了经历 日语写着汉字叫做经验 経験 経験 动词的他形 加上ことがある 意思是做过 否定是动词的他形 加上ことがない 没做过 日本にしか 行ったことがな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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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 ばかり 意思是 全 光 净 八是把 か是加 り是了 把某物加上了 表示添加 翻译成 全 光 净 用法也是接在任何词的后面 也就是说 不同一 隔注词 隔注词只能接在 名词的后面 接续注词 只能接在 谓语词 也就是 动词和形容词的后面 而有一些注词 是自由类的注词 随便接在任何词的后面 我们只要记住句子 就记住了 接续 节假日的时候 一般 不管去哪儿 人都很多 这里的 不管去哪儿 都是一堆人 用日语说就是 どこいでも 人ばっかり ばっかり 是 ばっかり的口语 语气重 这里有一个语法点 我们下节课学习 贴行的后面 加上 も 表示让步性的转折 意思是 即使 尽管 不管 どこへ行っても 不管去哪儿 口语里面 可以用注词结尾 表示后面省略了 です 静体加上です どこへ行っても 人ばっかりです どこへ行っても 人ばっか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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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看 ばっかり 接在动词的 三个实态的 后面的句子 第一个句子是 光是玩 可考不上啊 遊ぶばっかりじゃ 分からないよ 家 是 de wa的口语 de 表示程度 或状态 wa 强调de ukaru 声调是 二 自动词 五段动词 u 是宇宙的语 ka 是天家的 ja lu 是常 宇宙添加的 引申为 上天次语的 上天次语的 雨 雪 风 雷 等等 我们人类只有接受 所以汉字是 受 表示 考合格 考上 不是考 是合格 合上 ukaru ukaru 遊ぶばっかりじゃ ukaranai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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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句子 ばっかり 用于现在进行式 最近体重光是在增加 最近体重一个劲的在长 最近 体重が增えてるばっかり ばっかり 接在现在进行式的后面 表示 光是在做某事 ふえる 声调是二 自动词 一段动词 ふ 是腹态的腹 え 是爱 る 是长 长 爱着腹语 就是增 增える 增える 体重が 增えてる ばっかり 最近体重が 增えてる ばっかり 最近体重が增えてる ばっかり 最近体重が增えてる ばっかり 禁体是最近体重が増えてるばっかりです 虽然増えてる是口语中的 定型后面经常省略了 ばっかり是ばっかり的口语 但是只是口语 不是简体和禁体之分 也就是说口语里边也有简体和禁体 只是在结尾 也就是句尾的位语的部分 也就是句尾的动词和形容词 变成禁体和简体就可以 最近体重が増えてるばっかりです 最近体重が増えてるばっかりです 第三个句子是 ばっかり和过去式一起使用 刚到日本 我刚到日本 日本に着いたばっかり ばっかり 接在过去式的后面 强调过去式 翻译成刚 我们在第十二课学习过 気がつかなかった 没注意 里边的つく つく 声调是一和二 念哪一个都可以 汉字有很多 汉字有很多 最常用的是 腹 着 急 旧 突 表示到达的时候 要用腹着的着 日本に着いた 日本に着いたばっかり ばっかり 表示刚做了什么的时候 不能用 ばっかり 因为它不是全光静的意思 它是刚的意思 日本に着いた 日本に着いたばっかり 静体是 日本に着いたばっかりです 日本に着いたばっかりです 我在日本二十年里 一直看一个电视剧 讲的是 一家五个女孩的成长经历 和家庭所事 这是在1990年 在日本就开始 每周上演一次的 大众电视剧 曾经在CCTV8上演过 翻译成了汉语 是冷暖人间 作者是 乔田寿赫子 他的作品还有 1983年在日本上演的 阿信 お信 下面我们学习 表示数量和程度的 两个著词 くらい 和コロ くらい 翻译成左右 可以接在任何词的后面 发音非常有特点 既可以读成 轻音 くらい 也可以读成 着音 ぐらい 随便读 く是方向 拉 是拉 一是一个 以一个点 为中心 来回拉动 就是左右 这点 即便是孩子都知道啊 这点 连孩子都知道啊 これぐらい 子供でも知っているよ ぐらい 可以表示程度的 高 中 低 在这句话里表示程度低 こどもでも 的でも 是 即使 尽管 不管 こども 孩子 こ 是子 とも 是 朋友 共 こども 是 酌化 也就是 原来不是 助音 和其他的 在一起 以后 变成了 助音 知っている 用现在进行时 表示持续 これぐらい これぐらい 子供でも 知っているよ 下面我们学习一个非常好用的疑问词 多少 用多长时间 時間はどれ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かかる 声调是二 自动词五段动词 两个か是家家 鲁是长 一共有几十个意思 从讲明上来看 记住大面积的覆盖就可以 主要的意思有 挂 盖 花费等等 在这里是花费 吉康 吉康 吉康は どれくらい どれくらい かかりますか どれ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吉康はどれ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吉康はどれ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要花费多少交通费呀 交通费はどの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どのぐらい 比どれぐらい 语气稍微正式 也就是说 多少有两种表达方式 一个是稍微正式的 どのぐらい 一个是稍微柔和的 どれぐらい 稍微的意思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是相比之下的不同 交通费 交通费 交通费は どのぐらい かかりますか 交通费は どの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交通费は どの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买东西的时候说 这个大概多少钱 これはいくらぐらい いくら 意思是多少钱 多少次 いくら いくら 从一开始拉 表示多少 いくら 和ぐらい 加在一起 声调 变成了五 为的是不要 欺负太大 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 这个多少 这个多少 这个大概多少 这个大概多少钱 可以和任何的字一起使用 和表示期间的字一起使用 比方说 比方说 我花了大概十年 掌握日语 日本語 身につける 是慣用句 意思是 把什么 附着在身上 隐身为掌握 身につける 身につける 身につけるまで まで まで 是到 隐身为 到什么 位置 日本語 身につける まで 到 把日语 掌握 位置 也就是 学会日语 位置 日本語 身につける まで 日本語 身につける まで 十年 ぐらい かかりました 十年 ぐらい かかりました 日本語 身につける まで 十年 ぐらい かかりました 日本語 身につける まで 十年 ぐらい かかりました 下面 学習 和 位 的 空 在同 一 行 里 的 コロ 和 位 一样 既可以 读成 清音 的 コロ 也可以 读成 浄音 コロ 作为 助詞 使用 意思是 什么什么 左右 放在 时间的 后面 语气 正式 作为 名词 使用 意思是 时候 有时候 写汉字 清 就是 倾斜的 清 去掉 单利人 因为 コロ 和 くらい 的 くら 在同一行里 所以 コロ 和 くらい 都有表示 大概的意思 但是 くらい 可以在任何情况下 使用 而 コロ 只跟时间 有关 大概 几点 合适呢 何時 可以换成 何時 くらい くらい 的语气 柔和 コロ 语气 正式 よろしい でしょうか 可以吗 是 いいですか 行吗 的礼貌 的说法 よろしい 有时写汉字 是 事宜的 宜 声调 是三和零 よ 是 优美的 优 ろ 是感叹词 的 ろ 西 是像 好 就是 好 这里有一个语法点 でしょう 意思是 是吧 就在任何的词的后面表示推色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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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了意志心 小 何時頃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何時頃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何時頃 よろしい でしょうか 何時頃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下面的句子 午後三時 三点 三点 おも 声调是二 他动词 五端动词 お 是欲 も 是 もの 物品的物 结尾的 物 表示状态 高级物 就是心 就是思想 隐身为想 觉得 以为 认为 と 起到了引号的作用 在 思う的前面加上注词 と 表示想的内容 と 前面可以加任何的词 或者句子 我想 冒号引号 下午三点左右 能做出来 午後三時ぐらいできる 午後三時ぐらいできる 午後三時ぐらいできると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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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 我老在河里玩耍 子供の頃 よく川遊びをしていました 子供の頃 小时候 孩童时代 这里的頃 作为名詞使用 相当于时间 时候的 時 よく 意思是老 经常 川遊び 在河里玩 川 河 河 加湾 河不像大海 或者湖那样 河 穿 是有弯道的 川 川 川 していました 用现在自行时的过去式 表示过去意志 过去总是 子供 子供 子供の頃 子供の頃 よく川遊びをして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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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供の頃 よく川遊びをしていました 最后一组我们学习 表示比较的 より ほうが ほど より的意思是比 よ 是 优良的 优 或者是晃悠的优 り 是成立的利 より 比过 超过 引申为比 可以借在任何词的后面使用 日语比汉语的表达方式系 日本語は中国語より 表現が細かい わ 是大主语 が 是小主语 形容词 細かい こ 是小 ま 是满 か 是家 特别小 引申为 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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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語は中国語より 表現が細かい 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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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語は中国語より 表現が細かい 日本語は中国語より表現が細かい 日本語は中国語より表現が細かい 第二个是 ほが 意思是更 ほ的汉字是方 比较的时候 此方 比方的方 が 是强調前面的名詞 ほ な な な 一方 が 中国語より 日本語のほうが表現が細かい 比起汉语 日語的表达方式更加細緻 日本語のほうが が 是强调主语 ほうが 在比较的时候 常使用 强调前面的名詞 我們學過 が が 還有強調主義的作用 只用一個が 表示強調 在比较的時候 沒有ほうが 強烈 因為ほうが 里面明確地表示 哪一方的方 表現が が 是小主意 中国語より 中国語より 日本語のほうが 日本語のほうが 表現が細かい 日語更細緻 這句話里強調的是 日語更細 但是我們查字典 是查不出來 ほうが的 因為ほうが 是語法 不是單詞 字典里面查出來的 是一個副詞 更 もっと も是猛 促音是加強 と是特 也是副詞的標誌 通通的 意思是更 還有一個意思 叫做再來點 日語更細 還可以說成 日本語はもっと細かい 這句話強調的是 日語更細 不是說日語 是說細 所以日語在語氣上 是跟漢語是不同的 漢語是通過 語氣的氣來強調 日語更細 日語更細 日語是通過 語 也就是表達方式來強調的 第三個 表示比較的是 火度 ほど 表示程度高 翻譯成 那么 月 沒有比 中國菜肴更豐富的國家了 中国語的料理が豐富な国はありません ほど 前面的名詞是 程度最高的級別 後面加上否定 表示沒有超越的 豐富 是形容動詞 前面用表示小主意的注詞 が 構成了短句 料理が豐富 而形容動詞 豐富 在後面加上名詞的時候 中間要加上修飾的注詞 那 這個那相當於 的 料理が豐富な国 菜肴豐富的國家 ありません 是自動詞 前面應該用表示小主語的が 但是因為前面有了小主語的が 所以就要換成大主語的わ 在一個句子里 主語要分大小 因為注詞是由位語決定 一個句子的最大的位語 是句號前面的位語 所以這句話的最大的位語是 ありません 就把最大的位語的前面的注詞 換成了大主語的わ 也就是说 日語最重要的部分 和最精華的部分 是在最後 通過三十年學日語 讓我學會了等待 學會了把對方的話聽完 因為到最後你才要知道 好不好 做不做 同意不同意 中国ほど料理が豐富な国はありません 中国ほど料理が豐富な国はありません 我在国外二十多年 包括日本和美国 我個人最生氣的感受就是 中餐可以說成是世界上最豐富的菜肴了 所以到哪一個國家都有中餐果 都有中餐可吃 這句話里的 中国ほど 中国火度 中国程度最高 我想再合適不过了 中国ほど料理が豐富な国はありません 我們在第七課學過北海道這個詞 北海道 北海道的冬天非常寒冷 積雪非常厚 所以會在山坡的頂上種樹 提醒大家前面就是下坡 京都是盆地 冬天也很冷 積雪同样很厚 但是京都毕竟是在本州島 寒冷和北海道没有办法比的 北海道有的时候 从十月份开始就下雪 冬天冷到了 买回来的食物都要放到冰箱里 要不就会冻住 京都属于关西地区 日语叫做抗散 关西 关西 抗散 指的是包括京都 大阪神户等的关西地区 关东 抗陀 指的是以东京为中心的六个县 磁城 立木 群马 奇遇 千叶 神奈川的关东地区 关西没有北海道那么冷 关西は北海道ほど寒くない 関西は北海道ほど寒く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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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再学一个ほど 加上否定的句子 因为是外行 所以没有内行做得好 外行叫做素人 白人 白是白 清白 玄 玄人 黄 黄是黑 越描越黑 以身为有关 乌头 是人 人 有关的人 就是内行 也可以说英语的 professional 变道日语的 pro 意思是专业人士 pro pro 白 だから 黄 都ほど 上手じゃない だから 意思是 是因为 大 是 から 是 接续住字 接在位语词的后面 表示原因的因为 から 接在名词后面 是隔住词 表示起点 从 也就是说 から 接在动词和形容词的后面 意思是因为 接在名词的后面 意思是从 我们在下节课 继续学习から 亮了 素人 だから 黄 ほど 上手 じゃない 人 だから プロほど上手じゃない 素人だから 黒音ほど上手じゃない 素人だから 黒音ほど上手じゃない 歩道 既然是歩度 还表示超越的越 越学越有意思 習うほど面白くなる 習うほど 意思是越学 加上后面的 变得有意思 おもしろくなる 成为越什么越什么 おもしろい おも 是大きいもの 大东西 就是主要的东西 おも写汉字是主 或者是面孔的面 在这里写作了面 脸上最重要的是眼睛 所以 おも 写面 那他表示的在这儿是眼睛 白的 引申为明亮 おもしろい 眼前一亮 就是有意思的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需要变成复词 汉语里说 越学越有意思 把这句话 把这句话说得更加具体 越学越变得有意思 表示变化 ならうほ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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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もしろく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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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らうほど おもしろくなる ならうほど おもしろくなる 我觉得学习这件事 不是局限于书本上的知识 任何事情都是学习 通过学习我们才会成长 所以 越难 越想挑战 むずかしいほど ちょうせんしたい 这里有一个 我们将要在17课 学习的语法 したい したい 是します的连用形 连用形 就是去掉ます 然后加上了太好的 たい たい 表示想做什么 好像 是 みたい 他的 たい 也是 たい 但是 好像的 みたい 是形容动词 想做某事的 したい 是形容词 我们学过好像 叫做 みたい むずかしいほど ちょうせん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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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い 日语里面的 助词很多 可以再参照 我写的日语 一番新思维的 第二章 助词的部分 知识点多 希望大家 重复收听 祝大家学习愉快 下次再见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さような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